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采访间 今天做客采访间的是来自于林盛全球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经理陈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受专访 欢迎陈总 谢谢,谢谢 首先请您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RainCentral林盛软件的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志豪 欢迎您接受到我们的专访 其实相对于今年来说,我们的林盛公司还是蛮强劲 因为已经掌获了两个奖项 一个是我们的林盛公司荣获了第四届国际客创节的2023年度行业创新典范奖 然后第二个奖项就是有关于您个人的了 恭喜您获得2023年度数字化推动力人物奖 那么想问一下,今天把我们的两项树荣获收入囊中 您现在的感想和心情是怎样的呢 是,谢谢,非常非常开心 这两个奖项都是我们年续第二年获得这个奖项 首先我们是非常感谢大会能够创造这个平台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层次能够让大家看到 那我也在这里想特别感谢我们的团队 他们多年来的对创新的这个努力呢 让我们拿到这个奖项 就是对于公司的一个荣誉 我也很幸运的能够参与在当中 能够推动着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创新的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我们知道2023年度行业创新典范奖 也就是公司获得这个奖项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在表彰在行业当中啊 行业领域当中具备创新的思维和理念 拥有非常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引领行业发展的优秀企业 才可以得到这个奖项哦 那么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公司在创新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成果呢 嗯,好的,好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的 我们Ring Central 林郑公司呢 是1999年在美国贵谷成立的 以AI推动云的通信的技术的一家企业 那我们过去呢 就发布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产品 来帮助我们的各行各业 全球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呢 能够在它的那个云通信的这个数据化上面能够发展 嗯,那我们相信呢 所有的企业 无论你是哪一行哪一业呢 最重要的是有效的沟通 我们就把有效沟通的这个事情呢 能够数字化 把它变成了 无论是对内 对自己的员工 或者对外 对你的客户 或者合作伙伴 都需要有一个平台 能够做到这个有效的沟通 那这个呢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 如果在对内对外都有效的话呢 那就很容易呢 去创作一个成功的一个企业了 那我们过去呢 发布了不少的产品 特别是在最近呢 我们发表了最新的这个 副照中心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产品 叫RIMCX 那这个基于AIG 员工智能 能够进一步 让我们的企业客户呢 能够更有效的 去跟他们对外的一些客户去做沟通 那这个也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 也是我们获得我们的客户信任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也是原因之一 而且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一定要是有效的沟通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作为2023年度数字化推动力人物 您对于数字化进程有没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建议吗 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谢谢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觉得呢数字化呢 那我们在特别在中国这边呢 数字化的那个 coverage已经非常多了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呢还是可以去多看呢 就是通过数字化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多的企业呢 可能觉得数字化就是 简单的去上一套市场 那其实呢 我们通过数字化这个手段 希望是能够能够让企业更加成功 那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呢 我们可以让企业呢 更加看到process有哪些流程呢 可以去更加优化的 甚至通过数字化的这个进程呢 能够为企业呢 开拓更多新的那个business的opportunity 更多的商业的一个机会啊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呢 就不光是上一个系统 或者安装一个系统那么简单了 那这个就是要拥抱这个数字化的那个核心 作为企业的一个核心 那从而呢去再重新在design 重新再设计这个企业的一个流程 重新设计这个企业的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我觉得要通过数字化 打最成功呢 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还是要再度进深到下面去 才可能会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和现在一个大背景比较相似了啊 在AI的一个数字化浪潮之中 我们的企业应该怎样去保持它的竞争力呢 嗯嗯谢谢谢谢 我觉得AI呢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啊啊 我们好几年前呢好多都说mobile first啊 因为当时的那个手机的应用呢刚刚出来 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一个新的方向 现在呢我们好多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创新呢 都是以AI first来做这个创新 那这个呢AI呢就已经变成了很多企业的新的核心 首选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三个点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的 第一就是目前呢很多的企业都看到 就是通过AI可以帮助啊 他们怎么去减少一些手动的一些工作啊 员工的工作可以减少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这种 AI copilot的这种用法啊 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啊 再过来呢就是看看通过了AI 要哪一些企业上面的一些流程 可以进一步诱化 用AI来诱化整个流程 那这个就是第二步我可以看到的 再进一步呢就会看到啊 那如果拥有了这个AI作为核心 那企业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方向 通过AI这个核心 通过AI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公司的一些发展方向 一些新的business opportunity 这个就是我觉得 企业只要能够用了 只要能够掌握这个AI的这个核心的话呢 未来的成功是可以预见的 可以预见的 好谢谢您的分享 确实没错啊 只要是接入到核心点 其实成功就在眼前 非常感谢陈总 今天可以做客到我们的采访间 接受专访 也希望您和您的企业 林盛可以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